主持人ordnung 主持人 那我先讲一下 就是我们是Job Sweeper 然後我們是做了一個那個Google的extension 但還沒有上去那個Google商店 所以還是還下載不到啦 那它主要功能就是說你在瀏覽求職網的時候呢 那個extension可以提供你說在旁邊 它就會顯示出薪資資料 還有就是PPT的一些job版 然後有些人討論這個公司的一些文章這樣子 那介面其實就跟那個修持小幫手有點像 概念也很像 只是我們多放了薪資資料跟PPT的文章進去這樣子 然後那那個這個 這邊我放的連結是我們有拍YouTube的影片 就是我們使用的使用起來的YouTube的影片 大家有興趣可以點來看看 那我們就是真的就是小卡啦 我們為什麼會做這個東西 一開始呢 我們是一群在資测會上課的學員 然後去那邊上課就是要做一個專題 去那邊上課目的就是為了出來找工作 它就是一個那個求職訓練嘛 所以我們就常常去看104求職網這些網 啊謝謝 就常常去看那個104的網 這這就是我們的我的那個 我的就是隊友這樣子 對那我們就常常去看104這些求職網啊 那就發現喔那個104寫的就是很怎麼講 就是寫的很少啦 關於這個公司資訊寫的很少 然後對求職者要求的技能開一大堆 好像就是看一看發現 很怎麼都好像沒有符合幾項 然後真正去面試發現又不是這麼一回事 然後對你印證的那個職位內容 就是工作內容它也寫不是很清楚 但更討厭的是像我們這種初次求職者 我們根本不知道開多少價碼 就有時候好像就有點任人宰割的感覺 當然現在台灣有一些薪資網啊 你可以去看 但是薪資網就也很麻煩 你要登入啊 然後還要貢獻一筆 你曾經你的薪資 你曾經做過什麼工作 然後薪資多少 然後你才能看到別人 那我們初次求職者又沒有 又沒有這樣的紀錄 要怎麼貢獻 對啊 那也想多知道別人的面試心得 所以我們就先做一個比較簡單的版本 就是我們這一個 Job Sweeper 好 那我們來demo一下 好這個是一個104網頁 然後我先按輸入 反正我輸入了紅牌 然後我隨便點個系統工程 噢這邊 這邊我已經安裝上我們的東西了 哎呀 然後這邊他就會顯示在側邊牌 我們就可以看噢洪海基密 我們這邊沒有沒有這個職缺的 呃薪水 但是我們就可以推薦你 洪海其他職缺 像什麼 只有寫工程師 然後年資不知道多少 合月薪有7萬多 很好 然後什麼管理師 然後月薪也不知道年資多少 才3萬多而已 好 那我們看一下 因為這邊他的職缺是 噢這邊他寫什麼 他開的是 電腦系統分析師 然後我們看一下其他公司的 電腦系統分析師 OK 這個公司 月薪多少 1萬 1萬多 我怎麼看錯 10萬嗎 哦是10萬 然後看一下其他 台灣明尼 蘇達 礦業 4萬塊 那除了這些我們還可以看一下 江明尼怎麼說呢 所以就有這些 那這邊是UIL 然後這邊是他們內文的栽要 這樣子 那我們再看一下 有沒有 我們再看一下 洪海其他的工作 好 剛剛那個喔 他算 我們看一下 其實這個光是我在寫這個 Extension中拿很常拿來測試 其實這個光是我在寫這個Extension中拿很常拿來測試 因為他 他是比較容易找到有那個 我一般牢機發 原本我是想說 洪海一定有 富士康一定有 結果沒有 所以 反正我們每次測試都測試這兩下 就有測試導覽了 你知道 就還有微反牢機發這樣的資料 對啊 那主要這就是我們 Extension可以做的 有的 現在有的東西 那其實我們做的東西 就是 我們做的事情很簡單啊 我們就是 做的事情很簡單 我們就是先去網上 去PTP啊 然後去那個那個網站啊 去爬資料 然後新資資料也是從網上找到 然後呢 我們抓下來之後 清理 然後就丟到我們的資料庫 那我們的 當你使用者他在瀏覽求知網的時候 就會去抓那個 求知網站的公司名稱跟職學 然後 呃 我們就會丟到我們的server 去比對回傳 所以其實是一件 對 很虛擬的工作 對 那 呃 因為還沒上架嘛 那 呃 有一些法律上不確定的原因 但是剛剛有 有 呃 再次測試為我們 就是 執育小姐為我們那個 就是 給我們一些建議 對 然後還有 對啊 然後 呃 呃我們現在也是需要一些幫助啦 就是法律的 專業人士 跟那些 有開發過 expansion 因為我的call其實寫得非常的稠 公開的話 我真的會覺得有點 也是可以公開啦 但是我可能會覺得很想抓到地洞 就是這種稠的程度 對啊 然後server啊資料維護 因為我們真的是新手 然後做半年 謝謝 做半年 呃 上了半年的課 所以其實 呃 剛剛有一些有經驗的人跟我們講說 你們server可以怎樣設定啊 其實聽的都這樣子 啊啊啊 什麼 可能丟臉到 就是 就是不知道到時常會問 啊什麼東西 這樣子 然後特別感謝 秋之小幫手跟 呃 剛剛 新認識的這兩位 雨昌跟子余 然後給我們一些意見 然後秋之小幫手就是 因為我是改他的code 然後也是替伊沒有去騷擾他 騷擾他半年 呃 騷擾他兩個月啦 對啊 沒有 只有兩個月 對 對 這樣子 謝謝